大家好,我是助教欧西元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一个PFM的直流转换器 首先Energy Harvesting烈能电路目前多应用于IoT等设备 目的是希望做到尽量少充电或者说不充电 甚至可以独立运行 大幅节省能源 因此PFM架构的电压转换器非常适合集成应用在烈能电路上 PFM全称为Pulse Frequency Modulation 即迈充频率调变 通俗上说是可以因应后端用电需求来改变电路的运作频率 与目前经常使用的PWM Control模式相比 PFM在轻型负载的应用情况下 效率普遍都会高于PWM的电路 这里介绍一个以COT也就是Constant-on-Time控制方式为基础的 PFM架构的直流电压转换器 从透影片中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转换器有一个输入和两个输出 其中输入电压为3.6V到5.25V 输出电压因应不同的功能 需求会有较宽的选择范围 在本电路应用状况中 两个输出电压被设定为正3.3V与负3.3V 该电路的控制方式是正电压与负电压端各自有两颗电阻组成的回收 回收电压VFP会根据电阻比例设定为1V的参考电压 对应正端输出为3.3V 同样负端的VFN设定为1V的参考电压 对应负端输出为-3.3V 通过回收控制 系统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两个输出的具体状况 我们以正压端输出为例 由于输出电压设定为3.3V 即转换器设计目标为稳定输出电压为3.3V 一旦系统输出电压无法维持在3.3V 略微下降 则通过回收电阻的VFP电压 也会等比例下降 导致VFP略微小于1V 则通过比较器的处理 比较器的正端为band gap 带齐参考电压电路产生的1V电压 会略高于负端的不到1V的电压 因此比较器的输出 endrop电压会变成高电位 endrop电压变成了高电位以后 系统就得知 现在正压输出端电压不够 需要能量补充才能继续把正压输出端稳定在3.3V 那我们可以看到能量传递路径的总共有三条 我们分别称之为Path1 Path2和Path3 那本页投影片先介绍Path1 Path1是充电路径 其中MOS1和MOS2打开 输入电压V-in对电感充电 能量从V-in转移到电感中储存 若Path1结束 V-in不再对电感充电 则MOS1和MOS2会关闭 那接下来这一页投影片介绍的是Path2 Path2呢为向负压放电的路径 上一页提到了 在Path上一页提到了 能量通过Path1 从V-in转移到了电感中储存 因此电感中存在能量 Path2工作时MOS2和MOS2打开 电感向负压输出放电 使负压输出获得能量 当负压放电结束 则MOS2和MOS2会关闭 如果Path1完成后 直接进入Path2 则两条Path共同需要打开的MOS2 就不会关闭 保持打开直到Path2完成后再关闭 那再来这一页呢是介绍Path3 Path3呢是为正向放电的路径 由于PFM模式下 转换器为单次充电单次放电 即只存在两种操作情况 第一种操作情况为 负压需要能量的情况 那会经由Path1充电 而Path2放电 为负压输出提供能量 那另一种情况则是 镇压需要能量 那直流转换器会经由Path1充电 Path3为正压放电 为正压输出提供能量 所以在Path3中呢 MOS3和MOS4打开 电感中的能量呢 传递到正压输出端 而当Path3结束时 MOS3和MOS4接关闭 那再来呢就介绍具体的操作方式 系统可能会出现三种状况 分别是第一种 只有正压需要能量 第二种只有负压需要能量 以及第三种 正压负压同时都需要能量 在投影片中呢 可以从上到下呢 一直看到三种状况 如果只有正压需要能量 则启动Path1和Path3 如果只有负压需要能量呢 则系统会启动Path1和Path2 如果正压负压同时需要能量 则根据系统逻辑呢 在设计上会优先把能量先提供给负压 在下一个周期 再用一个完整的操作方式 Path1和Path3的操作方式呢 把能量提供给正压 那再来呢最后就是介绍电路的具体操作了 那上面已经提到 如果Pdrop为高电位 则表示正压输出端的需要能量 经过PFM模块的处理呢 PFM模块会输出高电位的PFMVPE讯号 并将这个讯号传输到Logic模块中 那Logic模块接受到了高电位的PFMVPE讯号以后 会产生一个高电位的VPE讯号 输出到Driver模块 Driver模块会根据上述Path1的操作模式 产生VG1和VG2信号 用于驱动并打开MOS1和MOS2 让Vin的能量传递到电感中 当充电完成 PFM模块会产生PFMVPE的讯号 也会从高电位变成低电位 因此Logic模块产生的VPE讯号 也会从高电位变成低电位 而Driver则会调整VG1、VG2讯号 关掉MOS1和MOS2 上述操作完成后 代表了该次充电完成 电感已经有了能量 接下来是放电到镇压 Path1结束后 由于Pdrop为高电位 是以电路会进入Path3 此时PFM模块会产生高电位的PFMVP3 Logic模块会产生高电位的VP3 传达到Driver模块中 Driver则会产生相应的驱动信号 打开MOS3和MOS4 而当镇压获得了足够的能量 则Pdrop也会从高电位变成低电位 表示镇压暂时不需要能量 而此时PFM模块输出的PFMVP3 也会从高电位变成0 而Logic也会相应的输出0电位的VP3讯号 Driver因此会调整讯号 关闭MOS3和MOS4 一个完整的对镇压充电的操作就完成了 对负压充电的操作方式也是类似的 先进行Path1 此过程与镇压充电时的Path1完全一致 就先不再表述了 当充电完成后 系统会把电感中的能量释放到负压 此时由于负压电压低于负3.3 则ndrop为高电位 PFM模块的输出为高电位的PFMVP2 Logic的输出为高电位的VP2讯号 Driver则会产生讯号来打开MOSD 那这里需要提一下 因为MOS2在Path1的时候已经打开 并且上位已经提到具体的操作方式 Path1、2在直接连接没有间断的情况下 MOS2不会关闭 所以当负压获得充足的能量以后 ndrop就会变成低电位 代表负压能量已经满足 相应的PFMVP2讯号和VP2讯号 也会依次输出低电位 Driver会产生讯号把MOS2和MOSD关闭 系统禁止并等待下一次充放电操作 若镇压和负压同时需要能量 则有先后之分 如上文所述 先对负压进行充电 再轮到镇压即可 通过以上操作 这个PFM架构的直流电压转换器 就可以稳定的提供正负3.3V的电压 达到设计以及使用上的目标 以上就是我的报告 感谢聆听